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了 老王起来了 把孩子们送完 今天弄这么一身行头 这啥意思呢 给你们预演一下 预演一下 我有一个战术头套 这个过两天我不是做医美吗 做完医美我就带着这个给大家录 可以吧 我觉得这个声音还可以 好像不太影响 咱们试试 它主要是不影响我呼吸 对吧 大家觉得声音受影响吗 应该不受影响了 戴上头套以后声音受影响了 做完医美带这个给大家录 又换一身 一件又是私人定制 就私人定制的 你看我名字啊 宅副主席快看一眼 我的名字 这个私人定制不是任何牌子的 就是量身打造的 这件真的有棱 这刚从柜子里的那个渗山盒里 取出来板纸板什么钢丝掉 从来没穿过 哎呦 这鸭箱底的一个一个都找着来了 那大家等着看吧 还多了去了 寡人有急 寡人臭美 又一美 又换衣服的 这家伙可可找到的用 用武之地了 今天早上跟大家聊聊天放放松 希望大家快乐一整天 昨天有个口误 我说10月16号星期天 哎呦 这是我的错 昨天是星期几 因为我糊里糊涂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每天都是星期天 所以这个我就脱口而出是星期天 所以以后看他日历 今天是星期几 咱们今天聊聊子女教育和美国加拿大的生活感受 有很多人感兴趣 想让我谈一谈 很多人将来可能会润到国外来 美国加拿大总之都是你的首选之地 那只有你来不来得了的问题 没有你想不想来的问题 所以寨夫主席说他不喜欢美国 那是他一派胡言 他是来不了 你知道吧 他走的仓促 因为他做人他没有常有之计 他热血制的嘛 他的艺术家气息嘛 想起来一阵子 所以他要跑啊 只有变迁地 济州岛 泰国 我怀疑他在泰国混过一段时间 因为好多网友说 那时候说他在泰国 不可能在泰国 因为他要在泰国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高调了 泰国离中国太近了 大家分分钟抓住他了 哎呀怎么又扯柴主席 哎呀我这心呢 拔梁拔梁呢 哎呦这个造了病了 这个美国和加拿大 在中国人的这个概念里边嘛 他很像 说起美国就是加拿大 说起加拿大就是美国 觉得他是一个国家 只不过中间有个国界而已 其实不是 这两个国家差异非常之大 加拿大这个国家跟美国相比呢 加拿大更像昆明 他那个人的心态 人的状态 更像是云南啊 昆明啊 西双版纳啊 这种地方 呃这个地方的人呢 用美国人的眼睛看呢 就是比较懒 但是在加拿大眼里看美国呢 就觉得这帮逼太多了 太闹了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看北京上海 繁华嘛 是挺繁华 但是我一点不羡慕你的人生 因为你他妈睁开狗眼 你就得挤地铁 挤万地铁 等你回了家 天又黑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拉得很紧 你的人生也崩得很紧 这是加拿大人看美国人的观感 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生计划 你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那你就把它送到美国去 美国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 还有些杠头说美国也有乡下 那我不跟你抬杠了 那但是加拿大呢 就没有纽约 除了多伦多像点城市之外 其他的我们都加个村 比如温文华 大家互相开玩笑 就是温村 但是呢 加拿大的人性的平和 本地白人的这种 所谓的白左的浓度 是非常之高的 远远超过美国的白左 所以他的好处就是 他有很强的自我赎罪意识 他绝对不会歧视你 如果你在加拿大遇到了所谓的歧视 他一定不是针对你的种族 而是针对你这个人 你肯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 比如说你开车 不停牌 轰红灯 冲黄灯 把人家吓着了 人家fuck你 那跟你的脸没有关系 你什么颜色他都会fuck你 那不是种族的问题 比如说有没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呢 你把这个东西定义为其实也行 就是什么呢 他会有一些机会 他会种族平衡 比如说温华地区最好的一些私立学校 他这些学校呢 他就会balance平衡他的族裔 比如说白的占多少 华人占多少 印度裔占多少 其他族裔占多少 他是有意识的在平衡 为什么呢 如果他不平衡 全他们变成中国人了就 所以呢 你要说这个是歧视吗 我觉得不是 真的我觉得这个不是 这是一种平衡 而不是歧视 我作为中国人来说我能理解 我也不希望我孩子进去之后 整个就变成一个单一族群的环境 所以这个国家是一个马赛克文化 什么叫马赛克文化呢 他就是每一个族裔都可以很开心的保持自己族裔的特征 并且受到尊重 井然有条 而且呢 彼此之间呢 分的还挺开的 并不提倡大家彼此融合 而美国呢 他就是一个大熔炉 他希望所有的人最后都matt到一起 都融化到一起 成为一个美国 所以呢 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那在我们眼里其实是有区别的 那你作为选择的话 你就很清楚了 那老王为什么选择温哥华 为什么不选择多伦多或者其他的城市呢 很简单 你看北美的地形图 你看北美洲整个的地形图 它最漂亮的一块的这个地势呢 就是在西雅图和温哥华这个湾 这个湾呢 它是临海的 虽然比较靠北 但是它并不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 因为它北边有巨大的洛基山脉 然后正对面呢 又有一个相当于台湾一半以上的大小的温哥华岛 温哥华岛上的大山高达两千多米 它等于是被夹在了一个盆地里 这个盆地又有海 海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外海 它是细细碎碎的就像翡翠念珠洒了一地的那样的静静的水平如静的内海 外洋的狂风暴雨它吹不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变成四季如春 雨水虽然多但是并没有到你不能忍受的程度 这个地方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移居之所 风水保地 那作为我个人来说呢 选择温哥华或者西雅图的话 如果我在美国我会首选西雅图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水 水没错 水是构成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身体里面多半都是水 所以水的健康和干净 对于人的健康是最最重要的 大家知道我呢老推友都知道 我在北京的时候啊 我是中国第一波痛风病人 我二十几岁二十四岁我就痛风了 真的是就是那时候完全不懂嘛 胡吃海塞喝啤酒吃海鲜高飘零的食物 结果二十四五岁就痛风了 到1999年世界杯那年 我就第一个肾结石第一次肾结石就发作了 当时还以为是蓝尾炎半夜三更疼的不行 当时我们国家体育委的那个单身宿舍的那个同事们 给我送到医院 哎呀这个人家医生非常有经验 说你这是结石你这不是蓝尾炎 这是第一次结石 后来在北京每隔一年出一块石头 最后的一块石头居然大到像腰果那么大 人人都说痛风无法根治 甚至是无法根治 但是我本人搬到温哥华以后 温哥华的水是雪山融融水 硬度几乎是零 怎么烧都不会烧出水碱来 我在温哥华喝了这样的水 三年之后痛风不治而遇 我的痛风好了 我的血尿酸值全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而并没有忌口 我该吃海鲜吃海鲜 该喝啤酒 我也没少喝啤酒 我的肾结石再也没有发作过 对于我来说 这个水的质量来说 我就离不开这块土地了 来加拿大美国之前 我们的这个感觉 无论来多少次都是不对的 当你真的住在这 成为他的一份子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有感觉 有发言权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国家 他的社会资源是超级丰富 什么叫社会资源超级丰富呢 就是政府咔嚓了你的税以后 他都没有干那用不着的事 什么维稳养军队出去沽到别人去 这个国家不干这个事 这两个例子 就是他的社区活动中心兴罗起步 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社区活动中心 有大草坪 有橄榄球场 有足球场 有排球场 有篮球场 有滑冰馆 有室内篮球馆 室内羽毛球馆 包括健身房 都是最棒的器械 都是五星级的那种器械 全是几乎免费向社区人民提供 如果你是上了岁数的 或者你是学生 那就基本上就是免费的 体育运动的资源丰富 二 医疗资源的极大丰富 到处都是三甲级的医院 你在医院不会排队 有些新移民说 加拿大免费医疗 我要治病 我要飞回中国 加拿大不会过度医疗 因为中国人习惯过度医疗 就跟你看河南农村人 一开席之后 老太太拿那个 底下拿一桶上 抢 抢吃了 就跟饿狗转世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饿怕 那个基因里边 已经侵入自己DNA了 他就见着鸡鸭鱼 他就想搂 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 你中国人就医 到今天你别吹牛逼 再有钱的中国人 再有权的中国人 他也是过度医疗的心态 因为医疗在中国 缺了90%的资源 这是共产党故意的 本来中国14亿人口 比如说应该有 1万家三甲级医院 给你提供1000家 你就抢吧 那怎么办 卷吧 找医生 找认识的人 这个没权利的老百姓 去那挂专家号 买黄牛票 你去北京儿童医院 你看看儿研所的儿童医院 那是人呆的地方吗 加拿大没有 你所有的医院 你都看不见排队的长龙 更没有什么所谓的黄牛 所有的急诊重症 都会第一时间对你进行医治 有些人说我他妈去加拿大 我病排了好长时间 那你那玩意就不需要治 换句话说 你在中国 我一感冒 你不给我插上点输液针 我心里边觉得你没有治我 但是在加拿大你要是感冒 医生看都不看你 你去找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让你回家多喝水多睡觉 就这两句话 一旦给你用抗生素 比你买枪还要难 以前你看不见抗生素的 所以医疗资源极大丰富 第二个资源极大丰富就是教育资源极大丰富 加拿大范围内的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 所有的加拿大的纳税人 你包括加拿大的难民 包括加拿大的 具有工作签证的这些人 你的孩子上学上本地的学校 只要你有本地的居住证明 本地的小学和中学都会收你的 不会不让你来上的 而且是免费的 教育资源非常好 他没有什么中安村一小特别好 中安村二小就不行一点 这种概念 他没有这种概念 那只有中国人喜欢去排名 说这个小学好 那个中学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 就喜欢把孩子放到好的学区里 有没有好的学区呢 当然也有 有的学校就会比较好 但是总体上来说 它比较平均 它是由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本地居民的素质决定的 而不是由师资决定的 记住这句话 加拿大不是由师资决定的 因为加拿大的老校长是要轮换的 他就像当兵一样 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做地户 你在这个地方当校长 当几年必须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当校长 他就怕教育资源不公平 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富 就是不会埋没人才 我们中国人 人人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但是呢 珍重的人中龙凤 我觉得万里无一 但是加拿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这是万里无一的孩子 你不会被埋没 他鼓励孩子彰显出他的自由和他的选择 他不会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这样背着手上课 怎么的 一团乱麻 就是大家嘻哈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在某一方面是天才 英语叫gifted 他就会让你去天才班 老师会直接写推荐信 你这孩子最好去天才班 天才班不是每个学校都有 你的学术非常好 你去天才班吧 他就会把你的孩子transfer到天才班 然后天才班的孩子 你看看真的他们的水平真的是平均智商 要比普通孩子要高得多 这是学术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体育呀特长啊 你只要有这个体育有这个特长 他就会在社区和周围找到非常专业的国际水平的俱乐部 无论是游泳啊还是冰球啊还是打球啊 你都在这样的俱乐部里 你要是天才你会脱颖而出 绝对不会埋没你 你的孩子如果是人才的话呢 你不用担心他出不来 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把他不行 而把他埋没 不存在的 非常公平的一个人才选拔的体系 在这儿是有的 所以这话收回来 就说我们到了美国加拿大之后 我们其实最大的收获 中国就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在中国根本无法秘体的环境 中国也许有类似的学校 但是整个社会是不行的 像荒漠里边人造了一个温室 而这儿呢像热带雨林 这孩子走出去社会他都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呢孩子在这儿是发自内心的幸福 你看看这儿的孩子的眼神 你一眼就知道谁是新移民带来的孩子 谁是在本地的ABCCBC 眼神是不一样的 他那种放松 他那种信任 特别像那个高原的那个藏民的那个眼神 就是我说本地的小孩 除了没有藏族的那两块小红斑 别的呢 又长得那一模一样 那小笑容都是 就是给你的那个感觉 他是个特别开心的小动物的感觉 不是那种有有提防的呀 呃被狗笼子里关着等着杀的那个小狗的那个 看你的那种眼神 那中国小孩有那种眼神 这边的小孩没有这种眼神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人生方式 这样的话呢 使我们的第一代移民呢 就放下了自己的成见 打开了思维 当然有好多中国的移民 一辈子他他也放不下成见 他总是觉得 我操要卷越要卷越 把孩子送兴趣班 学习班下了学 孩子在家玩 他就觉得浑身难受 富贵不过三代 为什么不过三代 因为你的能力只能辐射两代人 你就是挣了一百个亿 一千个亿美金 你过来有什么用呢 你的孩子其实是继承不下去的 你只会把他害了 你看看那些穷人诈父的 好莱坞的那些大明星 你就知道他们孩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为什么 反而是二代三代的孩子再起来的 他的孩子才可能有出息 我今天画上去料料 马斯克的孩子一定不会有出息 马斯克的孩子一定不如盖茨的孩子有出息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穷人诈父 他hold不住这个财富 跟我们中国移民身上 不要汪子菲 说这是中国特色 不是各个族裔 各个民族 这是人性的特色 我们挣多少钱 其实传不给孩子 这个是 其实是摆在这边移民头上最大的问题 过来的中国移民 尤其是来温哥华的中国移民 基本上都在100万美元身价以上 北京上海卖一套房 就是100万美元了 那你孩子在这又不用花钱上学 看病你也不用花钱 那你将来 你这100万 基本上就是在这可以买一个很舒服的房子 因为你在温哥华100万美元 也可以买很好的房子了 我们为什么必须让孩子去做医生做律师 他如果想做医生做律师 那当然最好 如果他不想做医生做律师 或者他没有这个本事 学习没那么好 做不了医生和做律师 他做个木工 做个电工 做个前工 做个发动机维修师 他不是很好吗 他做个BC省北部的丛林保育员 海洋保育员 一个月四五千加币 也很好啊 四五千加币 在加拿大 足够一家人的生活了 所以这些孩子 他们的选择是很宽的 他们如果喜欢葱林 喜欢野生动物 你就让他们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他们喜欢仰望星空 喜欢探索宇宙 你就让他们去天文台 做天文学家 虽然清贫了一点 一个月几千dollar 但是他们在从事他们爱的东西 反而他们的人生不会变态 为什么在这边有parent issue 就是父母问题 孩子那么多 你仔细看看 这些孩子都是中国的孩子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老是宵尽的脑袋 让孩子做 男孩要做computer science 就是coding 要去大厂做马农 去了亚马逊 去了谷歌 牛逼啊 我操我儿子 就平时跟朋友聚会 我的朋友 我的孩子在谷歌呢 年薪五十万 整天就是一个大宅男 什么都不会 我更希望这孩子一个月四千 但是他会滑雪 会开车 会冲浪 会开party 一到夏天去海上开 海上barbico party 一堆比基尼大羊妞 小帅哥跟他一起玩 这才是我们应该让孩子有的人生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跟这个社会是扎根在一起 削肉融合在一起 即使有了变动 他也不会被送进集中营的 所以作为我们第一代移民 我们一定要完成自己的蜕变 完成自己的进化 你的孩子才能站在你的肩膀上 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高峰 你不要把它当成你人生的一部分 你做不到的东西 你凭什么让你孩子做到 所谓的我当时学习多好 我要有你这个条件 学习会多么多么好 你都是吹牛逼 人会编辑记忆 人会编辑自己的记忆 就是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剪掉 只留对自己有利的 这是所有的人的本能 动物本能 所以你当时上学的时候 学习没你想的那么好 你听明白了吗 你他妈有可能是学渣 但是你以为自己学得特好 你可能上课的时候再画小人 再跟他们同伯 底下他妈玩圆规打仗呢 你全忘了 被老师给拎起来罚站的过程 你全忘了 你在脑子里把自己幻想成了 头悬梁追自古的这么一个勤学苦练的孩子 你小时候跟你儿子 你闺女小时候是一样淘气的 所以呢 不要编辑记忆 不要把自己完不成的人生遗憾 让你的孩子去完成 孩子是上帝和神给我们的礼物 而不是我们生出来的副产品 他不是你的attachment 他是上帝给你的gift 你只是替上帝把他养大 你和他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两个灵魂 他不欠你任何东西 你也不欠他任何东西 你养饲养他 你获得的饲养小孩 raising小孩的这个乐趣 远远的超过他带过来给你的烦恼 所以在这儿 父母们记住 千万不要打孩子 不光是这样的警察会抓你 不要打孩子 一巴掌都不要打 要尊重他 我们中国人觉得 儿不打不招 欲不拙不成器 儿不打不成才 我跟你讲 不打真的成才 你尊重他 他会学会从小自尊 你把他打得连尊严都没有了 他会变态扭曲 当他长大了以后他会恨你 他会全部都把这个毒素加倍的返还给你 他的家庭环境 家庭生活都不会幸福的 因为他心里已经扭曲了 从小被爸爸妈妈打大的孩子 婚姻一定不会幸福 一定会打自己的孩子 大家一定要稳住 淡定 上帝让他来 给你带来了多少乐趣 压制住自己内心的坏水 然后忍十分钟 你就不想打他了 过了十分钟 你会说孩子过来 爸爸跟你说句话 或者妈妈跟你说个事 他们这时候会很乖 因为他们知道你生怒了 乖 老老实实 然后你跟他说 说完了以后效果一样好 我们家的孩子们都特别的健康 特别的有爱 前两天我过生日 他们给我画的卡 我都藏在我的小钱包里 我大闺女给我画的卡 我都放在钱包里放了十年了 他不知道 他现在不知道 我打算等他结婚那天拿出来 我堵他一定哭得哗啦哗啦的 这种感觉多好啊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你有爱 你被爱包着 所以你这种感觉 真的是会传递给孩子们 这才是我们父母 给孩子们最大的遗产 那加拿大和美国的白人 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跟你说说 加拿大和美国的50岁以上的白人 特别好 50岁以下的白人 一般般 20岁左右的 跟他们中国小孩差不多 都是生瓜蛋 为什么这样呢 除了人的这个进化成熟之外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一代就是50岁以上的这一代 加拿大美国白人 他们是在黄金时代出生的 就是50岁到80岁之间的这一代人 他们是战后 婴儿潮出生的 他们是出生在人类最繁华 最文明的时代的 罗马城的罗马婴儿 没打过大仗 没受过挫折 就是年轻的时候 都是美国最高峰 你想他们年轻的时候 什么 麦克尔杰克森 麦当纳 80年代 里根总统 简直是太好了 所以他们的人生啊 充满了正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这种感恩 他们自己也许没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呢 当他们到今天以后 他们就非常的包容 他们没有那么恨 所以你刘阿姨跟人讲说 这边人要弄集中营 给你放过去 其实我是要给他打一个问号 要减棒 要淡化他的这种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人变了 我毫不怀疑他们的爷爷 他们的父亲 会把我们送进集中营 但是他们这一代人 他们到50岁到80岁 长了全以后 他们的心里面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 这个人的变化特别大 因为人在年轻时候 形成你的性格 你看习主席就知道了 他失去外力束缚之后 他发出自我来的时候 他发出来的自我 就是他30岁左右 十几岁到30岁之间 他人格形成那个时间 给他的人生 所以中国的希望在哪 我给你们点希望 上次给你们把希望给打没了 给你点希望 中国的希望 在我们这一代人 80后 70后 真正掌权 独裁之后 中国有希望了 因为这一代人啊 是改开 下边长大了 他们现在虽然在这入魂入脑 在这装 装逼在这学 就跟习近平当时学 邓小平和三个代表一样 他是装的 他一旦解放了以后 他会回到他15岁到30岁的那个青春岁月 我们等着吧 所以你掐指一算吧 为什么老王说20年 这把全是有关联的 世界没那么复杂 熬20年 把这拨人熬死了 下一拨人才有希望 啊 跟大家 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就是说 很多人让我说时政 我会说 但是我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还都在 我说他们会真疼 我呢 他今天收到YouTube给我发的一封信 说我可以开会员了 不要错 我太激动了 别人都搞一年才能开会员 我一个礼拜 就让我开会员了 我会开一个会员频道 会员频道里边 咱们约法几张 第一 绝对不许搬运 不许给我他们下载 到处去做那个所谓的粉丝频道去 这个不行 咱们公开频道 你怎么做都行 会员频道绝不可以 为什么 你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你怎么去害我 咱们做人要厚道啊 第二呢 我会在会员频道里边 评论你们真正想听的那种 老王的所谓的真知灼见也好 一家之言也好 郭总统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事是怎么回事啊 呃 他在后边有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我来说这些东西 大家呢 铁粉们进来啊 我的会员的费用会非常低 就是象征象征的 我不会搁你们的韭菜的 但是你们要对得起我啊 你们别他妈的给我弄到外面去 我真上了红通了 你惨 我开这会员干啥 我不是浪的吗 对不对 嗯今天就说到这吧 嗯 祝大家开开心心快乐一整天 再见